你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的两个儿媳妇 我这个娶进门的时候 我都是在开始就跟我的儿子 跟媳妇叫到面前 我就告诉她 我说儿子 从今天开始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是她 不是我 我媳妇当场就哭了 我说因为很重要的一点 我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 我嫁丈夫 我希望我的丈夫怎么对我 我凭什么我儿子娶老婆的时候 就变成了 你还是得把老娘放在心里 这是不公平 不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母亲的 尤其是做母亲 做母亲的和做老婆的 都爱这个男人 那么两个人都要先学会放手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太对了 两个人都被抓着这个男人 你说你爱的这个男人有多苦啊 你说是吧 是的 是的 好苦啊 这个我现在觉得该做准备工作了 我得跟方方姐学 我对我特怜我儿子 然后以后那个谁 我先生就说了 将来你可能是 虽然你这么讲道理的一个女人 估计在你婆媳观上 你可能是个恶婆婆 不会的 因为你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不会吗 我希望不是 你今天跟我聊过以后 你会提醒你自己 你这么爱你的儿子 你为什要不要让他痛苦呢 那你是你 你儿媳妇娶得你满意 关键 如果你要娶得 一个不满意的儿媳妇 你儿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你满意呢 你的儿媳妇不是应该 你的儿子满不满意吗 对呀 儿子满意了 但你看不上眼 那躲开了 那他满意就好了呀 那你说儿子 我告诉你 我喜欢的就是林青霞 你把他娶回来 他娶不到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儿子他选的是 他自己要陪着他走医生的女人 他喜欢就好啊